大家好,R1-170的两层的全新小独栋别墅是什么样?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 我是在R1做房产的Chris刘 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这里一共是两个户型,一个三房一个四房 现在咱们看的是一个三房的 其实它这个设计延续了R1公司一贯的设计 三房的就是一进门,一个卫生间 往前走就是车库 接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一个拐角式的这种玻璃推拉门 外面就是一个院子 它这个层高是不错的 坐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宽敞 而且这个玻璃推拉门打开之后 就可以把室内室外的空间融为一体 另外这个厨房也是有窗户的 就在水盆的旁边 整体的空间感是不错的 现在咱们上二楼 二楼同样就是延续了一贯的设计 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挑空 上了二楼之后 会看到在二楼有这样的一个额外的客厅 当家里来了客人之后会互不打扰 同样在二楼有三间卧室 两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洗衣房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洗衣房 左右放置的洗衣机烘干机 上面会有这样的橱柜 这边它就是一个次卧 这里是两个次卧 共用一个卫生间 所以它每个次卧的还是都是比较宽敞的 而且次卧跟主卧之间都是隔了一定的距离的 这样会做到互不打扰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主卧 同样它是像以前的设计一样 做了这种大窗户 在床边还会有两个小窗户 这边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有浴缸 有湛浴 双水盆的一个设计 另外它的衣橱也是在里面 同样也提供了这种大镜子 整个主卧卫生间是非常宽敞的 现在出了主卧 咱们去看它最后的一个次卧 就在走廊的这样的尽头 同样跟主卧之间是互不打扰的 这个次卧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同样是有三扇窗户 这两个次卧共用这样的一个卫生间 两面镜子 双水盆 然后里面是有浴缸 还有淋浴 这是一体式的一个设计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更多的问题 欢迎单独问我 或者看我的朋友圈 谢谢 谢谢